好 我们再读一遍 读的时候注意这个篇题里面有四个要点 好 我们一起来读 答应神的呼召 做他时代的凭借 就是他的得胜者 以转移时代 这里我们首先看到 有神的呼召 然后呢 有一个叫 他时代的凭借 这个时代的凭借 就是他的得胜者 目的是要来转移时代 那么在进入刚刚之前呢 我想我们先来看看最后面 这个大脸 在四十二页里面有一段李弟兄的话 我们来看看这一段话 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的总题啊 是关于世界局势 与主的恢复应时的话 所以是对这个世界局势 现在的进行中是有相对的关系的 那么这段话呢 这里写说在烟台大复兴前夕啊 当日本人入侵中国 并使中国人 愿以够艰难的生活 更加艰辛时 李弟兄在其私人笔记上写道 那个时候是个战乱的时候 战乱的时候就是灾难的时候 他说地上的人受灾难 教会受难违 这并非神心愿的时代 乃是神手续的时代 神是要用手续达到他的心愿 从手续的时代转到心愿的时代 这转弯的地方 需要人做转移时代的祷告 但伊里就是这样的人 那么当时李弟兄姐都那话的时候 是战乱的时候 是灾难的时候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主题 总题呢 也是由于现在这个世界 也在遭受一个灾难 人类的灾难啊 大概不外乎战争啊 天灾啊 瘟疫啊 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灾乱的时候 我们需要看到 但弟弟兄当时他所看到的 那个时候在战乱的时候 他们在那里寻求 怎么样扩展神的福音 然后他说灾难啊 他不是神心愿的时代 是神手续的时代 手续的时代 是为了要让神 带进他心愿的时代来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啊 在神心愿的时代 没有来临之前 我们必定要经历一些 神手续的时代 但是呢 神在手续的时代好像 好像他在沉默 而没有什么作为 但这里我们看到 神在手续的时代的时候 他正在发出护照 就是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来 就是神在护照 要我们能够答应他的护照 来做他时代的凭借 就是他的得胜者 来转移这个时代 好 现在我们来看第一大点 每当神要有一个时代的行动 一个转移时代的行动 他必须得着他时代的凭借 我们对神必须是有时代价值的人 这里有一个词啊 非常扎心 我们是不是一个有时代价值的人 我们是基督徒 但我们是不是在主手中 在主眼中是一个有时代价值的人呢 现在在这个时代里面 好像大家在受苦 稍微在受难为 大家聚会不方便 但是这是一个手续的时代 为了他心愿的时代 而在这个时代里面 主正在发出呼召 我们听见了呼召没有 第一重点说 我们需要来看 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 好待进下一个时代 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候 所有需要有特别的基督徒 做特别的工作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 有特别的基督徒 做特别的工作 在历史上 每次在一个时代转变的时候 主都来呼召 那么最明显的我们在启示录里面 二三章看到 那七个照会 就来说明照会的 照会历史的七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 神都在那里呼召 有得胜者 所以以夫属来讲 他呼召那里的人 那里的弟兄姊妹 要回复起乎的爱 对士美拿 他呼召他们要 自始忠信 对别加摩 那个与世联合的时代 他呼召他们要做 安提帕的见证 因为已经全部都被世界 给混杂了 他们要做安提帕的见证 反对这一切的混杂 然后在推压推压的时候 呼召他们 要抵挡被盗 在下敌的时候 呼召他们 要胜过死产作得胜者 在飞拉铁会的时候 呼召他们 他们要持守 他们所有的 然后呢 在老底嘉的照会 他呼召他们 要发热心 要出代价 买黄金 买白衣 买眼药 所以在每一个时代 我们都要做那个时代 里面应付神需要的 答应神呼召的 那个有时代价值的基督徒 好 第二 主恢复的原则 鉴于 但以理 好 这里从第二开始 我们就要看到 这个例子 就是这一篇信息 主要的 就是讲但以理 和他的同伴 那么说起灾难来 我们的历史上 也很难找到 像但以理的背景 他的灾难是如此的大 你说起灾难来 你看 他是什么样的灾难 国家被灭亡了 神的城被拆毁了 神的殿被烧掉了 神的百姓被杀的杀 被辱的被辱 神殿里面的器皿 全部被抢走了 连但以理自己 也被掳到巴比伦去了 到了敌对的国家里面 去侍奉敌人的王 还有比这更悲惨的吗 真是在灾难里面 但是但以理和他几个同伴 在这个灾难里面 他们竟然成为 神所宝贝的 他们竟然成为 有时代价值的人 我们来看一看 这里说 主恢复的原则 鉴于但以理 神是我的审判者 哈兰尼亚 耶和华 曾以恩慈赐我 蒙耶和华恩仇 以及 米沙利 谁是神所赐的 以及亚撒利 耶和华曾帮助 这四位 但以理和他的同伴 他们的名字 都与神相连 但以理和他的同伴 在胜过撒旦的轨迹上 完全与神是一 他们是转移时代的人 将神的百姓 从被鲁的时代 转移到 归回 伊玛内里之地的时代 为了建造 神的殿 和神的城 使神 得着彰显 并掌权 他们这些人 被鲁到 爱巴比伦去之后 不但是高尔所 讲到的那些灾难 甚至于到了 巴比伦之后 他们的名字 也被改了 他们的名字 本来是与神相连的 却被改成 与偶像相相连 这个世界 不只是在 破坏神外面的见证 他甚至要把 神的属神的人 从里面破坏他们 本来是与神是一的 变成与偶像相连了 丹伊里被改成 伯提撒撒 就是彼勒的王子 哈拉尼亚被改成 沙德拉 就是蒙日神光照 米撒利变成米撒 谁能像女神萨克 亚撒利亚 改成亚伯尼哥 就是火神尼克的宗仆 与众姊妹 我们有没有被改名字啊 他们的名字都 变成跟偶像相连了 我不知道我们 会改成什么名字 有没有听过说 哎呀 我看你真是很有前途 比尔盖茨第二 还是你是 这叫什么 贾博斯的传人 等等等等 不要忘了 我们叫做 但伊里 我们叫做 哈拉尼亚 我们叫做米撒利 我们叫做亚撒利亚 我们里面是 与神相连的 所以弟兄姊妹 不要轻易的 就被偶像 给改了你的名字了 感谢主 那就是因为这些人 他们虽然在外面 是的 撒旦克也在外面 灭了神 这个地上的 以色列的国 毁了神的圣城 烧了神的圣殿 如走神家里面的器皿 甚至于杀了神的百姓 但是 有一群人在那里 他们在那里做见证 他们是里面 联于神的人 我们再往下读 第一小点 在神眼中 得胜者乃是 珍贵的人 甚至就是 珍贵的本身 就是神所用于 转移时代的人 珍贵的人 这里的引经 比前二章七节 这里是讲主耶稣 所以他在里面信的人 是宝贵的 但是宝贵的这个词啊 在原文里面 其实是个名词 就是他在里面 信的人 他就是珍贵的 珍贵本身 支持我们的主耶稣 所以第一个得胜者 第一个在神眼中 是珍贵 就是主耶稣 后面呢 但耶利九章二十三节 就是但耶利有一次呢 他读到了心上的书 读到耶利米书 虽然他们被掳到 巴比伦去 但他读到七十年满的时候 神允许他们会回到 他们的圣地去 他读到圣经诗之后呢 他就在那里有个祷告 在这个祷告的末了啊 就是在二十三节的时候 天使加百列向他显现 他说你初恳求的时候啊 就有命令发出 我来告诉你 因你是大蒙 倦爱的 这大蒙倦爱的意思就是 你是那 珍贵本身 那么我们这样读 你可能感觉不太出来 后来啊 就是回去大家 好好地读这个九章这里啊 但耶利是怎么祷告的 那么我还是读几点给大家听 我读的是很受震撼 但耶利他一读到耶利米 他说七十年为满要回去的时候 他说我便进食 披麻蒙灰 面向主神群求 祷告恳求 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祷告 认罪说 主啊大而可畏的神 向爱他 守他诫命的人 并守约并施慈爱 他说我们犯罪作孽 行恶悖逆 偏离你的诫命典章 没有听从你仆人声言者 在你名里向我们君王 首领列祖和他一切百姓 所说的话 好我们跳一下 到了第十三节 他说 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 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 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 我们神的恩惠 是我们回头离开罪孽 留心你的真理 如果我们是在那个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 神哪里怎么这么狠啊 怎么会让我们国将的灭亡 我们是你的子民 你怎么让圣城被毁 让圣殿被烧 让我们的圣民被杀被掳 到现在还在敌我这里 在这里侍奉 我们的敌人王 可是在那里他就发现 他知道这是因为 以色列国没有听从神的使命 他们分裂了 两国北国 一个王比一个王糟糕 都去拜偶像 都离弃了神的道路 因此他明白 事实上这是出于手 这是他们的罪孽 而不是神要使他们狼违 到最后呢 到了第十八十九节的时候 他说我的神啊 求你测听 正眼看我们的荒凉 和称为你名下的诚 我们在你面前恳求 原不是靠自己所行的义 乃是靠你的大怜悯 主啊求你垂听 主啊求你赦免 主啊求你倾听并行事 我的神啊 为你自己的缘故 求你不要吃言 因得你的诚和你的名 都是称为你名下的 当他看到神的使命 是这样子的惩罚的时候 惩治的时候 他知道他需要得赦免 当一些消极的事 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怨天尤人呢 责怪神呢 还是我们看到 我们是一个背弃 背逆神的人 在这里神啊 要来回转我们 所以到最后他的结论呢 就是在第二十节 他说 当我还在说话祷告 第一个承认我的罪 第二 和我本名以色列的罪 第三 为我神的圣山 在约翰华 我神面前恳求啊 你看这个人啊 他明白神的心意 他明白神的作为 他顺服在神 那个行政的安排之下 最后呢 他在那里彻底的认罪 然后他为什么祷告 不是为他们能够得救而祷告 他是说 我为你的圣山 我为神的心意 他读到说 神的心意是 七十年要回去 神还要恢复 他的子民的见证 所以他为了这件事情 在那里批马门灰 认罪祷告 在神的眼中 这是一个何等 珍贵的人 因为他完全明白 神的旨意 感谢主 所以呢 我们在灾难的时候 在神手续的时代的时候 我们要认清楚 这是神的手续 要带我们回到 他的心愿里去 好 第二 基督这独一的得胜者 包括了所有的得胜者 这独一的得胜者 住在我们灵里 使我们成为 他的得胜者 基督就是那位 是珍贵的 我们呢 他在我们里面 就能够使我们 也成为 这样的珍贵的得胜者 第三 主要兴起 转移时代的人 以恢复神的彰显和权柄 在堕落的人类中间 神的彰显被人破坏 他的权柄被人否认 但也里和他的同伴 真实让神 借着他们得着彰显 并且真实地 在神的权柄之下 他们就是那些 外面都在改变 但是里面却是 与神相连的人 所以三章十八节那里 看到说 他们既然要被丢到 火坑里面去了 火路里面去了 但他们说 我们神一定会救我们 但三章十八节说 他说 即或不然 王阿 你当知道 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 也绝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王阿 他们拜金像 他们不要 要被丢到火坑里面去 他们说 我们不怕 神会救我们 但他最后特别说 即使神没有救我们 我们也不败 这就是得胜者 比如说 我们在很多的时候 就是盼望神会出来 为我们表白 行的什么神迹奇事 表白出来 你们都知道 我是对的 但很多时候 神沉默了 神没有表白 我们要能说 急或不然 急或不然 世界啊 撒旦啊 我们也不会 侍奉你 我们乃是要 侍奉我们的神 好 第二大点 但一里有同伴 能一同 绝对奉献给神 并从跟随撒旦的世代 分别出来 归给神 好了 那么在这监控的时候 你的职见里面 这些得胜者 他们做了什么事呢 好 第一句话很重要 但一里有同伴 一同绝对的 奉献给神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 但一里 他完全沉浮在 浮在神 那个大能行政的手底下 他没有在那里 搞地下组织 找些人 准备用他们的血肉之躯 抵抗那些 抵抗那些仇敌 但是他有什么 他有活力同伴 他找到他的活力伴 他们一同奉献 在神的行政之下 一同奉献 来为着神的旨意 所以弟兄姊妹 事实上 我们也在许多的 现在造会啊 还在很多的为难之中 但是我们并不是要来 奋起用我们的 用我们的这个 血肉之躯去做什么 我们需要找到那些 清心呼求主名的人 竭力的追求 弟兄说 这叫做我们的造会生活 然后我们需要找到 两三个两三个人 在主里面聚集的 在那里祷告 在那里捆绑并且释放 在那里出去抗访 一再地把人给挽回来 这叫做过国度生活 这个国度生活 跟造会生活合起来 就叫做活力牌的生活 所以弟兄姊妹们 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可能受到很多的限制 但是呢 你看我们的限制 会比战役里 跟他的同伴们还大嘛 但他们有同伴 有同伴 一同绝对的奉献给神 他们就会分别出来 完全从这个世代 分别出来 所以我们有没有活力办 弟兄姊妹们 我们的活力办在哪里 要祷告 第一 凡能给神使用 来转移时代的人 都必须是拿戏的人 志愿奉献的人 绝对且彻底的奉献给神 所以呢 的确我们在各地 我们也认为起来 有许多的成全训练 但是训练的成功 与否并不在于 是不是有一位 这个非常强的教师 很好的教训 很好的方法 而是在于 参加训练的那一群人 他们有没有 把自己奉献出来 有没有把自己教出来 事实上那些道理 我们都知道 但我们去做了没有呢 我们有没有两两成心呢 我们有没有为人带导呢 我的心理上有没有名单呢 我们这一座 有没有出去看望呢 我这一座 有没有去传福音呢 这些事情 都不需要再提醒了 但是我们有没有 把自己奉献出来 我们是要活力同伴 第二 但耶里和他的同伴 虽然人很年轻 但他们却作为相反的见证 赞助 与安提帕 在别加摩诏会中 所做的相似 现在这个世代 安提帕的那个 对不起 别加摩的影响 还在整个诏会中 也就是那种 世界进来了 世界的做法进来了 列古的风俗进来了 我们能不能做 安提帕的见证 凡事与神的经文 相抵触的 我们都不赞成 只是坐在那里 听到的 我们不赞成 我们要起来伸言 只是在那里 过所有的基督徒生活的 做礼拜的 我们不赞成 我们要去传福音 我们要去抗望人 我们要活力同伴 一同地去奉献 我们要做这样的 安提帕的见证 第三 但耶里 借着神的话语 连于神的心意 好 那么但耶里认识神的心意 是因为他已经连于 神的话语 第一条重点说 但耶里不仅是 常读神话语的人 而且还是与神的话 连得起来的人 当耶里从耶利敏书读出来 神定位以色列人 被掳七十年 到了七十年起满 神就要回头 恩待以色列人 就立即进食祷告 他从圣经里 一摸着神的心意 就把自己连在 这个信意上头 我们读圣经 不是为了要得到 属灵的知识 不是要知道这个 而是我们想要认识神的心意 而也不只是认识神的心意 我们还要与神的心意 连起来 我们才能够成为 那个有时代价值的人 但耶里一读到七十年 满 他没有说 哈利路亚 神应许 他就去睡平安觉了 他在那里披码 蒙灰 在那里认罪 在那里恳求神 为了他自己的缘故 能够实行 他这个应许 他把他这里 完全与这件事情 连起来了 你去读第九章 到处有他说 他祷告到最后 筋疲力尽 他请到全人在那里 屁麻蒙灰 悔改认罪 然后请求神 为了他自己的圣山 要把这个实行出来 他连于神的话 我们呢 我们有没有 我们读第二重点 我们必须在 祷告的礼 和气氛中读神的话 而从神的话 摸着神的心意 然后我们就 我们必须马上 把自己连在 那个心意上 圣经应该影响 我们的生活 我们也应该 连于圣经 其实这件事 很简单 就是什么 我们不是每天 有诚心吗 我们不是要 诚心圣言吗 今天早上 诚心圣言说什么 你们都可以 一个一个的圣言 读到神的话了没有 能不能连于神的话 明年是什么天 主日要不要圣言 哈利路亚 让我们把自己 连于神的话 明天都要生言 叫众人都有学习 使众人都得勉励 好 第四大点 戴耶里是祷告的人 有美好的灵 他是在诸天之国的 实际里 活在神的管制之下的人 第一重点说 戴耶里六章的中心 乃是人的祷告 以执行神的经纶 人的祷告 好像鬼道 为神的行动铺路 除了祷告之外 没有别的路 可以把神的经纶 带到完满和完全 这是本章的内在灭绝 我们再看看 再想想看 戴耶里首属的那个时代 他的那个处境 他被掳了 那么他是一个被掳的人 侍奉的是尼布贾尼撒王 好多的事情 他没有反抗那个环境 可是他竟然可以 一天三次 每天都回到他的家中 上他的楼上 打开他的窗户 向着耶路撒冷 在那里祷告 每天 外面可能做了很多事情 是要去侍奉巴比伦的王的 但他每天没有忘记 他要这样祷告 他这样叫做 他是一个命了 到这个地方来了 反正就是侍奉 我的敌人的王 你在想 有时候你会想说 我们要暗中 组一个反抗军准备 准备要复兴我们的 以色列国 他好像好平静的样子 但不是 他一点没有那么平静 你看他刚刚第九章的祷告 你就知道里面多少的感觉 对以色列人多少的罪的悔改 多少的罪 毕丽背负在他的身上 他对神的经人多少的迫切 一读到神那七十年 要回到耶路撒冷去 他里面多少的那种的激愤啊 因为他是天天祷告 每天三次 上到楼上 打开窗户 向着耶路撒冷祷告 难怪他知道神的心意 难怪他可以成为那个 在地上 主的时代的凭借 好 所以呢 在那个时代 手续的时代 其实神 他还是要执行他的经文的 但是谁能够与他配合 但因为你作为一个 祷告的人 他知道了 他摸到了 神在做什么 他就用他的祷告 配合上去 他就成为那个 转移时代的人 不是靠着他的武力 不是靠着他的 所谓外面的力量 乃是靠着 他作为一个 祷告的人 第二 人与神合作 最高的表现就是祷告 神是借着人 做他中性祷告的管道 在地上执行他的经文 第三 祷告乃是主恢复的命脉 撒旦越要阻挠我们的祷告 我们越该祷告 后面我们看到这一点 撒旦很多事 你以为他是对付你这个人 事实上 他是要阻挠你的祷告 因为他知道 只有这件事情 会破坏他的行动 我们往下读 第一小点 但耶里是活在神面前的人 他依靠祷告来做人 所不能做的事 依靠祷告来明白 神所不能明白的事 第二 但耶里的祷告 完全是为着神而祷告 不是为他自己 他借着祷告给神 是给神最高的合作 刚刚第九章那个祷告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第三 因着但耶里是祷告的人 他是神所印证的 是能给神使用的 是能把神的奥秘说出来的 第四 但耶里的祷告达到了最高峰 他为神 他求神 为神自己做事 他求神为神自己做事 他祷告说 我们的神 现在垂听你 仆人的祷告 恳求 为主的缘故 使你的脸 光照你荒凉的圣索 他不是说 我的国家好可怜 主啊 恢复我的国家 恢复我们的以色列国 让我们有以前 像大卫时代时候 那样子的 整个的疯狂 他不是 他说是 求主 为主的缘故 使你的脸 光照你荒凉的圣索 这是祷告的最高峰 也就是最有效的祷告 因为他祷告摸到了 神最想做的事 他用神最想做的事 来向神祷告 怎么会不完成呢 第五 只有像但耶里这样 专一向神 做转移时代 祷告了人 才能给神用来 转移时代 所以现在感谢主 我们这个 两个月来的 这个循环的 这个 祷告啊 我觉得对我个人 也是很大的一个翻转 我们开始学会 来在一起 定时 每天定时的祷告 刚开始还会觉得 好像刚刚弟兄所说的 好像要找个 祷告的固定的题目 来祷告 为谁祷告 但是每天呢 就是为了这个 在神所要的 那个范围里面来祷告 慢慢就把我们这个人 能够拉拔到 神的心意里面去 看起来好像不是 很 即使嘛 他就有了 谁病人要得医治 哪边还要人得救 那个人还没受尽 这一家还要得救 好像都没有这些事 没有什么火燎的味道 但是呢 把我们带到 神的心愿里面去 所祷告的 我们需要一个 新的复兴 我们需要一个 新的复兴 我们要认识 神高峰的真理 我们要照着 这个真理 而有一个神人的生活 我们还要照着 神出去牧养 其实你看一看 这不就是活力牌了吗 两两三三 在那里祷告 主啊 愿我们能够 被这样子来构成 有这样子的祷告 好 最后第五章 不是最后啊 我讲到第五章大典 戴耶里是一个 牺牲自己 有殉道之灵的人 以戴耶里的同伴 有真实的殉道的灵 他们以信命为代价 为主 这独一的神 站住 抵挡偶像敬拜 被尼布贾尼撒 下令扔在烈火的窑中 那时候真的是 他们是为了就殉道了 因为的确 扔到窑中里面去 你这个物质的身体 就没有了 但他们不愿意 因为这个缘故 而去拜那个金像 一二 但耶里冒着 信命的危险祷告 总长和总督 意图毁灭但耶里 而他们背后 这撒旦的意图 听啊 是什么呢 乃是要切断 神用以执行 他经轮的祷告管道 这个真是要命啊 外面的事啊 其实都不是撒旦 真的要做的事 他也不是真的 要把他们怎么样 他就是要切断 那个管道 因为他知道 只有这个祷告 会破坏了撒旦的行动 能够抵挡他 能够击败他 所以呢 他用各种方法 让你惧怕 后来 他们被丢到火里面去了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啊 也没有啊 有那个第四个人 好像人子与他们同在啊 但耶里真的被丢到 狮子坑里面去了 有没有事啊 也没事啊 神出来封住狮子的口啦 所以很多的时候 弟兄姊妹 放在我们身边 把我们吓得不敢打冒的时候 你真打冒的时候 你看看会不会发生事情 你就试试看 我们在现在很难找到 真的是肉身殉道的机会啦 说实在也是这样 对不对 但是呢 却有很多时候 撒旦以威胁我们的魂生命 作为手段 来阻挡我们的祷告 那个魂生命 可能是从我们的家人来的 可能是从你 从弟兄姊妹那边 听到一句话 只有你非常的不舒服来的 可能像那么一点小事情 你被冒犯了 你冒犯人了 你的魂生命 不愿意定在十字架上了 于是你就祷告不下去了 撒旦就在那里偷笑了 第三重点 凡是给神用来转移时代的人 只怕一件事 就是怕得罪神 怕失去神的同在 这里有一个怕字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讲的是 神在他时代里面呼召得胜者 做他时代的凭借 对不对 得胜者还有怕什么的吗 有 得胜者怕什么 怕失去神的同在 怕得罪神 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 六百四十八首 要做得胜者 对不对 他后面六百四十七首 后面六百四十八首啊 也是讲得胜者 是和苏恩教师写的 也是讲得胜者的 得胜 得胜者 你知道他第一句话写什么吗 我不敢稍微失败 不敢就是怕 得胜者首先要怕 怕什么 怕得罪神 怕什么 怕失去神的同在 怕什么 怕稍微失败 感谢主 用我们能够成为这样子的得胜者 感谢主 感谢主 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候 主要得着一般特别的基督徒 来做特别的功 所以这一系列的信息是非常的宝贝 叫做硬食的话 是我们今天所迫切需要的话 那前面几篇信息都说得非常好 非常的丰富 然后来到第五篇呢 那就是实际干活了 你不能听了那么多 你不能听了那么多 但是呢 我还是我 在这里需要有具体的行动 要做什么呢 就要答应主的呼召 做他时代的凭借 就是他的得胜者 以转移时代 我们再把这个篇题读一遍好不好 很重要 做他时代的凭借 就是他的得胜者 以转移时代 我们答应主的呼召 有一个目的 就是做他时代的凭借 每一个时代都有他的工作 而这个工作是要有一帮人 做他的凭借 而经过他们往前去了 那么这一帮人呢 就是得胜者 用来转移时代 刚才我们弟兄前面 每一个点都非常的宝贝 像第一点说 神要有一个时代的行动 有一个时代转移的行动 他就必须得着他时代的凭借 我们对神必须是有时代价值的人 这句话非常重要 同样在这个时代里 有的人在神面前有价值 有的人在神来看 有没有差不了多少 但是我们盼望 我们成为有时代价值的人 那怎么能够成为有时代价值的人 刚才我们弟兄 特别是以戴衣礼来做我们的榜样 可以说戴衣礼就是一个有时代价值的人 那么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刚才这里第二大典也说到 他是以能够一同绝对 但以你还有他的同伴 能够一同绝对奉献给神 并跟随撒旦的时代里分别出来 来归给神 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转移时代的人 我们要像但以你和他的同伴一样 做什么呢 要怎样呢 就是要绝对的分别出来 来献给神 而且但以你也是借着神的话 来联谊神的心意 他读到哪里 他就把这个人联谊哪里 读到耶利米书说 以色列人七十年满足了 他们就会归回 所以他就为这个祷告 他不能说神已经定规好了 那就神定规就好了 但是神虽然有这个定规 还需要我们的配合 是要但以你 他就马上披麻蒙灰 在那里寻求神 在那里祷告恳求神 那他也读到立位记那里 说到我们需要分别为圣 不能吃不洁之物 他马上就在那里 不吃王膳不喝王酒 在那里被分别出来 而且但以你也是一个祷告的人 非常重要 但以你只成为得胜者 乃是因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 在这里第四大典的第三终点 这里非常宝贝 我再读一遍 祷告乃是主恢复的命脉 撒旦也要阻扰我们的祷告 我们就越该祷告 撒旦也阻扰 我们就越该祷告 这个这一点非常的宝贝 然后这个 第四大典的最末了一个小典 也很宝贝 我们一同读一遍 只有像但以你这样的专一向神做 转移时到祷告的人 才能给神用来转移时代 只有像但以你这样的人 才能被神用来转移时代 主啊但愿我就像但以你这样能够让你来用我转移这个时代 而且但以你也是一个牺牲自己有殉道之灵的人 感谢主 而且他呢 所以今天第六点周 我们今天要做得胜者 作为时代的凭借 以转移时代 就必须十五回光阴 阿们 这个很重要 必须十五回光阴 那么在古著西书和以乎所书这里 都说到要十五回光阴 十五回光阴的意思 就是十五回机会 就是抓住每一个机会 感谢主 每一个时代 主都给我们有机会 但是呢 我们可能都把机会丢掉了 今天在这个时代 也是主给我们一个非常结佳的机会 我们就需要起来 十五回这个机会 来抓住这个机会 所以第二终点这里说 在主所定归我们的日子中 我们失去了 那就非常的可惜 主都给我们有一个非常结佳的机会 每天都为我们有所安排 所以我们需要抓住机会 来与神配合 这个第三终点说 也许给我们的一个意念 要我们去寻找某一个人 这个人也许是主能大用的人 但是那一天我们什么呢 怕热夏天到了 又懒惰又没有去 结果这个人就失去了 但我们这里 《使徒勤传》那里给我们看见 主要亚拉尼亚去找保罗 去找扫罗 结果他就去了 后来扫罗就成为主大用的仆人 你就看见说 我们都是以主配合 主就能做许多的事 主不愿意单独做 他要我们与他同工 要我们和他一同做 这是在主尊荣我们 好 第四终点我们一同读 我们有一天照主面前 我们一生一世所认为满意的 那一天我们可能要变为阿辉 我们赶不上神的定规 我们是一个一面的人 我们没有忠信的活基督 长基督 彰显基督 并在各方面繁殖基督 为着他身体的建造 怕这句话能够叫我们蒙光照 我们实在是这样的 也许我们认为说做得非常好 但那一天我们遇见主的时候 可能要变着懊悔 因为我们没有在这里天天活基督 长基督 彰显基督 并在各方面来繁殖基督 Amen 那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 这个马太二十五章那里 受到精明的同理 还有忠信的仆人 这个我们都很清楚了 我们不必多说 在这里 这个丹一礼第五终点 丹一礼十一章三少节这里 告诉我们 唯独认识神的子民 必刚强行事 这个意思就是说 神的子民必定 开疆拓图 我们越认识神的旨意 就越 该抓住机会 认识神的人 绝不会奉行故事 我们越认识神 越认识神的心意 我们就越愿意在这里 刚强行事 开疆拓图 实在我觉得非常的亏欠 服侍足几十年 没有几个土是我开出来了 没有多少的地方是开疆拓图 我们这是得够且过 实在是非常猛光照 Amen 在这里我们看见 您弟兄对李弟兄 有一个成赞对他 他说我们这段话 我们读一下 第六点 你们看见神祝福 长寿弟兄做工 他的长处就是不放松 每一个机会 难得有一个机会 不被他用的 一有机会 他就用 就非常宝贝 我们知道你弟兄到哪里 就带来了祝福 就带来了复兴 是因为他会利用那个机会 来与神配合 那我们知道 在1991年主的恢复开展到俄国去 因为你弟兄他有这个认识 他就早预备好 也把人信念好 到时候就把人送去了 所以就把这一个国家 铁木的国家打开 这就是我们弟兄做工 有功效的原因 就是他会抓住每一个机会 来与神配合 阿们 这个第八宗典 这里很宝贝 我们一同读 但感谢主 来给我们一个安慰 就是也有书二章二十五节所说的 防从所持续的那些年 神要补凡我们 我们如果旷会年日 那么十年也许只能算一点 但我们如果十五回光阴 也可能一日抵上十年 感谢主 今天晚上我们都要得着安慰 防从把我们持续的 主要补还给我们 但是我们必须起来与主配合 那十篇九十篇 摩西在那里也在祷告说 求主主叫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 八十四篇也说 在你的愿意住一日 盛世在别处住前日 天上的日子 不是以二十四小时来计算的 神的算法是另外一种的算法 感谢主 我们真是愿意在主的教会中 在神的家中来看门 也不愿意在二人的帐篷里居住 怕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真是愿意把我们的年日 把我们每一天每一年都愿意 完全奉献给主 叫我们的日子 在主面前都是算得数的 有没有 盼望能够一日子 千年千年 不如一日就是我们盼望 在主面前的日子是有价值的 好 那这个第七点说我们是要做一个祷告的人 第七大点为一同读 今天要成为有活力的路 乃是答应主的扶照 做得胜者 得胜者乃是活力的人 有活力的人 活而有活动的人 乃是祷告的人 我们要成为得胜者 就是要成为一个有活力的人 这个就是有活又有活动的 乃是一个祷告的人 一个不祷告的人 有活力 我不晓得这是什么活力 只有祷告的活力 才是处于神的活力 真正属灵的活力 阿们 所以说我们形成活力牌的目的 乃是要得着成群的得胜者 这就是为何我称这个牌叫做活力牌 是全身训练乃是为了产生得胜者 他们拼上去要征服沙迪的死尘 牢底下的不冷不热 以及主在燕阳福音 说到的葡萄树 以枝子所对付的不结果子 所以得胜者要胜过三件事 我们要清楚 第一就是死尘 第二不冷不热 第三不结果子 那我们一个得胜者 一定要胜过这一个 就是要活而不死尘 要火热爱主 要尝尝结果子 这是我们该有的情形 那么还很重要的 我们还必须有同伴 第二重点我们一同读 我们都要有活力 就需要以主 并有寻求的圣徒 有亲密亲切 我们需要主引导我们到一个同伴那里 我们可以和他一同劳苦 正如待遗里有三个同伴 我们胜了能够像待遗 今日的做今日的待遗里 我们至少有三个同伴 这个是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有亲近 亲密且彻底的交通 然后呢就带来透彻的祷告 所以我们必须有同伴 我不晓得在座了 有没有同伴了 如果没有同伴 我们求主 怜悯我们 能够把这些亲密的同伴 赐给我们 好叫我们和他们一同来祷告 Amen 第三重点说 在今日的照位生活 有耶路撒冷所预表中 我们必须做主的得胜者 就是由西安所预表 这就是根据主的呼召 在得胜者的时代里 在 所以在这里说 在照位生活中是一回事 在照位生活中做得胜者 是另一回事 所以不要说我们有参加教会的聚会 我们来教会中过教会生活 有读经 有祷告 有传闻 好像这样就够了 够不够呢 是不够了 我们还是要起来做得胜者 这才是主所要的 好 那么启示录三章十二节 我们一同读一下 得胜者 要叫他在我殿中做柱子 他也必 也不再从那里出去 我要将我的名和我神城的名 这城市由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 新耶路撒冷 并我的姓名都写在他上面 今天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启示录的时代 而启示录的时代非常重要的就是主在那里 一直在呼召得胜者 每一个教会都在那里呼召得胜者 所以今天我们不仅过召会生活 不仅活在召会中 我们还是要在召会中 做一个得胜者 阿们 那么第四宗典呢 中在我们需要立大志设大摩 在这里四十记的五章十五节到十六节 我们一同读一下 以撒加首领以迪伯拉同来 以撒加以忠臣带巴拉 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三谷 在流变的主系中 有心中立大志的 在流变的主系中 有心中设大摩的 需要有心中设大摩 心中立大志的人 我们需要在这里做一个立志 做得胜者 也愿意做一个有活力的人 得胜者就要胜过一切顶替基督 或者反对基督的事物 得胜者就是要胜过所有顶替基督 或反对基督的事物 好 第八 只有一点我们一同读 我们要做今日的得胜者 就该向以撒加的子孙通达食物 直到以色列人所当行的 应用的经历 刚才我们弟兄一开头 就读了这一段的话 我们看见 当时在历代志那里 有许多以色列各支派 都有人要起来跟随大卫 那么在那里 以撒加的子孙 他有两百个首领 他们是通达食物 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 今天在主的恢复里 我们要起来跟随主的带领 来完成主这个时代的工作 那我们也必须要向 那个以撒加的子孙 要通达食物 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 我们也知道这个时期的情形 我们知道该如何起来 以神配合 所以感谢主 主在这个时代 不是他的心愿的时代 那也是他手续的时代 我们要在这个手续的时代里 答应主的呼召 做得胜者 做一个祷告的人 来以主配合 让主能够借着我们 能够带进他心愿的时代 所以刚才我们那一首诗歌说 我们要愿意做主的得胜者 愿意答应他的呼召 满足主的心意 主就在这里呼召我们 要我们起来做得胜者 所以非常的宝贝 在这一次这些信息里头 我自己也非常得帮助 真是在这里 一面我们蒙光照 一面我们还有机会 所有被蝗虫所吃掉了 若是我们能够悔改 愿意做得胜者 愿意让主在我们身上有路 愿意做一个转移时代的人 那我们所逝气的 主都要为我们补回 叫我们能够得着安慰 今天还有机会 感谢主在这一个 今天这个非常特别的时候 主在这里要做特别的工作 我相信主要借着他的恢复 来一滴一滴的把照会建立起来 也把基督的身体 全面的建造起来 好预备主的心腹 能够把主带回来 那我们要从这一个时代 照会的时代 恩典的时代 带进国度时代 到那一天就地上的国 就要成了我主 我主基督的国 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 我们就在这里 做一个有时代价值的人 那么主就能在我们身上有路 祂可以借着我们 作为祂的凭借 把我们带进他信念的时代 感谢主 帮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 在那里祷告 来认识主的话 也活在主的面前 并且他也有同伴 来与他一同为主赞助 无论外面的环境如何 他们相信主会保守他们 重难不适 他们也愿意为主殉道 所以他们也有殉道的灵 感谢主 主不仅给我们有路 还要给我们有榜样 我们盼望能够在这条路上 往前跟随榜样 来做一个得胜者 胜过事成 胜过不冷不热 也胜过不结果子 主啊 感谢主 给我们这种时代的话语 给我们硬实的帮助 我们多愿意答应主的呼召 感谢主 我们再把那一首诗歌的 副歌 来唱一遍 好不好 我们再把那一首诗歌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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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在呼召 要我得冠冕 我愿意做主的得胜者 主正在呼召 呼召我们做什么呢 不是为他劳苦工作 是要得冠冕 做他的得胜者 我们就可以得着冠冕 求主恩待我们 有了 是 我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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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